詞曲 李宗盛 世上 雖經風雪萬聳 情義最終 兩者不會相容 在我生命中 何一拿著 去追我又是夢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丁師姐 我們買藥回來了 周師妹的病好點沒有 還是那樣沒什麼起色 我們找不到倚天賤已經夠煩了 現在她幫不上忙 反而還要我們來伺候她 你知道周師妹一向身子弱 只好等她病好了再說吧 也只好這樣啊 我先進進藥了 掌門師姐 我們買了幾個梨很甜的 你嘗嘗 你 周姑娘 想不到你病得這麼重 你知不知道 自從我跟你分手之後 我每天都牽長掛肚 整個人像行屍走肉似的 生無可憐 現在能再見到你 我感到自己的魂魄又回來了 周師妹 你現在應該知道 我真的不能沒有你 當日你受常無記教授 氣走我 如今你病了 她又扔下你不管 你為什麼還要受她迷惑 我對你的痴情 那卻無動於衷 是不是因為我不是教主 是不是因為愛你愛得不夠深 趾如 你聽到沒有趾如 這個世上沒有人比我更愛你 我一定會好好地對你 讓你過好日子趾如 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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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人 趾如 你不是趾如 你這淫賊 你什麼人 你想幹什麼 掌櫃子 請問剛才有沒有一個小年輕人來投店 年輕人 他喝得醉醺醺醺的 沒有 謝謝 淫賊的臉被終身被抓傷了 大家到處找找 是 丁敏君 他們找什麼淫賊 清書 清師叔 你就是峨眉派 要找的淫賊 在客棧裡 你到底做過什麼了 清師叔 你知道這件事了 我不想的 當時我喝醉了 我以為那個女子是周師妹 所以我一時衝動過去親她 原來那個人不是周師妹 我不想的 我不想的 你真糊塗 夜深人靜 摸到姑娘房裡 已經尤為禮儀了 你居然還 要是她真是周姑娘的話 你是不是就可以對她意圖不軌 立刻跟我回去 向峨眉派師姐妹 陪隊認錯 不行啊 不行啊 要是我跟你回去 他們知道淫賊是我 為何咱們在江湖上立足 就算你不幫我想想 也要為武當著想 要是這件事傳出去 武當百年清遇 並會毀在我的手裡了 早知如此 又何必當出來 好 我姑且不把你交給峨眉 可是你要跟我回武當 向你爹秉明一切 如何處置 由他決定 我不會跟你回去的 我宋青春是武當第三代傳人 要是我爹知道 我做出擁辱師門的事 他一定會殺了我的 你做了錯事 就要勇於承認錯誤 否則永遠不知悔改 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願死也不回去見丁和太師父 你放我走吧 讓我回去 我不回去 清師叔 你 你 暗色我 我不想的清師叔 我不想傷害你的 清師叔 清師叔 宋少俠 墨七俠到底是你師叔 你怎麼可以出手暗算呢 墨七俠已經死了 死了 死 死了 我殺死七師叔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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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少俠 我看你也是個多情種子 為了一位周姑娘 居然錯手殺死你七師叔 陳正老 你聽到我們說的話了 好 少年風流 難免會容易做錯事 可是因為一時之錯 而斷送宋少俠的前程 未免太可惜了 我看你 戰時還是不適宜回武當 不 我殺了七師叔 我不能一走了之 我要回武當請罪 可是你回去也只有死路一條 而且你永遠都見不到你那位周姑娘 不可以 趾若絕不可以落在張武盡領奸在手上 要是我看不到蜘蛛 我死也不會甘心她 宋少俠 你放心 我一定會替你保守這個秘密 你現在跟我回蓋包 我一定會幫你想辦法 你為什麼要幫我 哇 宋少俠是武當第三代傳人 武功高強 人才出眾 以後在武林必定能夠出人頭地 我今天幫你 難保他日我需要你的幫忙 我只想多交一個朋友 謝謝陳章了 可是七師叔他 此地不宜久了 免得被人看到了 你現在先跟我回蓋幫安頓一下 我會派人處理屍體 好 幹得好 今天讓你捡了個便宜 是武當第三代掌門的繼承人 牽制他 將來必定有用 如今蓋幫在我們掌握之中 以待人突襲金口的名叫分舵 總算是打響的頭炮 將來要對付武當 這個宋清書 一定用得著 該幫無緣無故殺我明教中人 我找他們報仇 教主 我在附近抓抓這個丐幫我帶弟子 跪下 我問你 你們蓋幫偷信我明教分舵 殺我教中那麼多兄弟 到底是誰下的命令 我是剛從外地趕回來參加蓋幫大會的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還撒謊 是不是我殺了你為我的兄弟報仇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你殺了我 我還是不知道啊 請有此理 教教 我問你 蓋幫大會什麼時候舉行 在哪裡舉行 目的是什麼 下個月初五 在河谷口 目的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我就看你葫蘆裡 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郡主 大 什麼事這麼緊張 郡主 我剛才聽到一個消息 可是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過我知道如果我不說 郡主一定會責怪我的 你明知道我會責怪你 還不馬上告訴我 郡主 我聽到蓋幫的人 到處在打聽張無忌的下落 我還知道他們已經找到 名教在大都附近的分墮 我看他們會對張無忌不利 太多不能夠跟你如期成親啊 你放心吧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叫無忌娶你過門 知行了吧 謝前輩你又笑人家了 我真不小心 都撒了 謝前輩喝茶 嗯 謝前輩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 你真的沒事 人老了不中用了 雖然剛才運功逼毒 可是現在 氣血還是不太順暢 所以我會發出一種很特別的聲音 你听听 谢前辈 你听得出来吗 这到底是什么金属声 恕我孤陋寡闻 我真的听不出 这个声音有什么特别 只若还以为 谢前辈的听觉比常人灵明 所以一定听得出来 傻丫头 谢前辈年纪大了 耳朵不灵了 对了 芷若 刚才听你的步里呼吸 你的武功似乎恢复得很快 这要谢谢吴继哥哥 教我九阳神功 才会好得那么快 只忙着说话都给忘了 深茶一凉就不好喝了 谢前辈 趁热喝 要你经常煮深茶给我喝 真是过意不去 你的武功怎么退步的那么多呀 成坤 都上哪儿去了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到底什么人这么狠 糟了 义父和芷若 还好 没看见尸体 不幸中之大幸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难道不是吗 没看见周姑娘和狮王的尸体 就证明他们没死 大不了被人抓去了 到底什么人这么厉害 能够抓到我义父和芷若 照我看最大的可能 是丐帮的人干的 一定是我们的人 不小心走漏风声 被他们发现这里 派人前来偷袭 可是照刚才几位 教宗兄弟的失手看来 杀他们的是同一个人 而且都是一招致命 丐帮有这种高手吗 丐帮居然胆敢 公然向我们名教挑战 一定是有恃无恐 说不定已经找了 什么武林高手来帮助他们 金毛狮王是无忌的义父 周芷若是无忌 未过门的妻子 丐帮抓了他们两个 就是拿他们来牵制我们 我们先别管这件事 是不是丐帮所为 光是我义父金毛狮王 重现江湖这个消息 要是传出去 就会为我们带来 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寻熊知道这个消息之前 救回义父和芷若 舅舅 你立刻带周甸到各地的分舵 通知大家 小心丐帮会有所行动 而我就从丐帮找手 看能不能够查到 我义父的下落 教主 你一个人去 放心 我一个人反而易于行事 你们一路上也可以顺便 打探一下义父的下落 一有发现立刻联络我 好了 事不宜迟 我要走了 是 教主 是男子汉大丈夫 就爽爽快快一刀杀了我 你是我的好徒 为师怎么会杀你呢 你把我抓来又不杀我 到底有什么阴谋 你的命那么之前 为师怎么会杀你呢 我要你看着明教 是怎么灭亡的 看着你的义子张无忌 是怎么死的 谢谢你 要怪 只能怪你自己 你明知道杨顶天 跟我有不共戴天之筹 这世上 有那么多门派你都不进 偏偏要进明教来跟我作对 为师逼不得已 只好向你下手 我很了解你的个性 一旦你全家被杀 你一定会把整个江湖 叫得天翻地覆逼我出来 到时候这笔账 自然会算在明教 和你的身上 你到底还有没有人性 为了你和杨教主的 一点私人恩怨 你不但杀了我全家 还护着这个武灵 如今在江湖上 照处杀人的是你 不是我 我没人性 我看我们是不相伯仲的 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 你不必指望咬舍自尽 你死不死没人知道 只要我把你的金发剪下来 同样可以引你那个张武器前来 不过 你活着不死呢 效应会大一点 我现在又不想死了 我会留下性命 解破你的阴谋 为杨教主 为我父母亲而报仇 解破我的阴谋 你有机会吗 成婚 师父 这里荒废已久 又由我们的人严密看守 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谢迅就藏在这里 做得好 周姑娘怎么样 有量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一早 我会亲自送他上网 宋青叔这小子 已经有把柄落在我们的手里 现在我们又抓了他心上人 他不得不听命于我们 由他对付武当便义无反掌 还是师父英明 对了师父 你打算怎么对付谢迅呢 谢迅已经成为武林公敌 只要他重现江湖的消息传出去 整个武林就会打乱 我们便可坐向愚人之理 谢迅和武当 都操纵在我们的手里 张无忌自然会就范 他替我们找倚天剑和屠龙刀 一旦刀剑在手 我们不但称霸武林 还可趁势铲除张无忌 剑灭整个名教 为朝廷立下大功 到时候朝廷论功行赏 封师父做安国功或者是定国功 师父一定能够名垂千古 是 掌拨龙头 掌磅龙头到 走 恭迎帮主大驾 坐下历子参见帮主大驾 走 好一招飞龙在天 能够目睹帮主的神功 帮中的兄弟实在有眼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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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帮龙头 你就把金毛师王 重现江湖的事 说给大家听听吧 是 方主 各位兄弟 我们丐帮和魔教之间的种种恩怨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尤其是金毛师王谢逊这个魔头 当年杀害我们不少帮中兄弟 这个深仇大恨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是 经过这许多年来的明察暗访 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 日前 陈长老结识了一位武当少侠 终于从他的口中 知道了金毛师王的下落 杀了金毛师王 杀了金毛师王 好 陈长老 老家你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向大家交代一下 是 各位帮中兄弟 实不相瞒 兄弟跟这位武当少侠 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在机缘巧合之下 兄弟从这位朋友口中 得知金毛师王谢逊 原来是逆藏在灵蛇岛上 我立刻把这个消息 禀告帮主 然后带同帮中几位长老 赶赴灵蛇岛 打算活捉谢逊 夺取屠龙刀 献给我们的帮主 谁知道 我们一时不慎 误中魔教教主张无忌这个奸贼的轨迹 几位长老立战而死 兄弟几经凶险 总算侥幸逃脱 杀了张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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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 臣有量无能 你知帮中几位长老 惨死在张无忌这个魔头手里 实在再无颜面在帮中立足 请帮主降罪 几位长老之死 罪不在陈长老 魔教的张无忌 胆敢杀害本帮长老 我石火龙 一定要将他碎石万端 不错 不杀张无忌 我陈永亮施不为人 杀了张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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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陈长老所说 这武当少侠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朋友 他到底是谁呀 不瞒帮主 兄弟这位朋友 今天也来了 宋少侠 还不进来拜见我们的史帮主 在下武当宋清书 拜见史帮主 宋少侠 果然英伟不凡 这是英雄初少年哪 启禀帮主 宋少侠 乃是武当第三代大弟子 将来武当掌门之位 可以说是非他莫属 好 如蒙帮主恩准 让宋少侠投靠本邦 将其日后更能为本邦建立大功 陈永亮 我何时说过 宋少侠 投靠本邦之事 难道你还要回去跟你那位末期叔 商量一下吗 如蒙史帮主不弃 宋清书任凭史帮主差遣 好 慢着 请恕老夫之言 宋少侠既然贵为武当后任掌门 何以又甘心投靠本邦呢 这 宋少侠 大家就快是自己人了 你就把当中的缘由说给大家听听啊 当中缘由 宋少侠不好意思说出来 那就由我这位做兄弟的代你说吧 是这样 武当额媒两派长起来都是世交 自从额媒派掌门灭绝师太 死亦万安四亿亿之后 额媒掌门之位 就落在我们宋少侠 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周芷若姑娘身上 说到这位周姑娘 真的称得上是碧月修化之貌 沉于落雁之戎 可是就因为这样 竟然惹来魔教教主张无忌这个奸贼的淫念 来了一个横刀夺爱 还把周姑娘露劫出海 宋少侠旧妻心切有求于我 我这个做兄弟的当然是一口答应 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要帮宋少侠夺得美人龟 既然如此 宋少侠为什么不请武当张真人 或者令尊宋大侠出面帮忙呢 张波龙头你有所不知 张无忌这个魔头 乃是武当武侠张翠山的遗孤 论起辈分 他还要叫宋少侠一声师兄呢 只可惜张三丰平生对张翠山甚为宠爱 爱无吉乌自然对张无忌另眼相看 试问又怎么会跟魔教作对啊 事实上当今武林之中 只有我们丐帮才敢跟魔教势不两立 所以宋少侠决定跟本帮合作 一起对付魔教 不错 只要消灭魔教杀了张无忌 宋少侠的心愿自会完成 宋少侠 兄弟说的话有没有错啊 宋少侠 你可以放心 有我石火龙和丐帮在 杀张无忌是迟早的事 张无忌在此 你们不必在我背后说我坏话 有种的只管来对付我 你斗胆跑来我们丐帮大会捣乱 陈有亮 你在灵蛇岛上 为求金毛狮王饶你狗命 不惜假仁假义 以一个受了重伤的长老向狮王求情 如今那位长老不在 一定是你所杀了 那么就没人知道你在岛上丑态百出 现在居然把自己说成大英雄似的 我问你狙行何在 是你 我认得你 你不是张无忌 你是抓了我们六大派 求金在万安寺的妖女赵敏 也就是汝阳王府的少敏郡主 宋青叔 我还以为你为了你的周芷若 早就已经色迷心窍 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实意啊 你个妖女 竟敢在此胡言乱语 我今天要了你的命 怎么 怕我说你污蔑张无忌 想杀人灭口啊 来人 拿下这个妖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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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这妖女跑了 追 你没事吧 人呢 他两个手下往那边跑了 妖女却不是所踪 两妖女也跑不了多远 奋斗追 是 跟我来 你笑什么 我笑有人没多久之前才说今生今世都不要再见我 可是现在又马上冒出来救我了 岂有此理 妖女突然跑来捣乱 真是草莹 我真的不懂 照道理 魔教一向都是跟朝廷作对的 而且这个妖女又是汝阳王府的人 为什么刚才那么紧张 处处维护张无忌这个臭小子 啊 此而大家有所不知 虽然魔教处处跟朝廷作对 可是赵敏这妖女居然迷上了张无忌 不认掌门 都为他着迷 他名教源自波斯妖教 难保他不是使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妖术 这也不稀奇 魔教的武功之中 的确有一种彩花银邪之术 当年峨眉派弟子季晓福 就是中了魔教杨霄的妖术 以致身败名裂 这样看来 那个妖女真的中了张无忌这个小银贼的彩花银术 事事听念于她 小银贼 宋少侠 我有一个妙计可以对付张无忌 可是 那由你亲自出手 我 没错 当今世上 有哪几个人 能使张无忌投赎记器 言听计从 能够使他言听计从 张无忌这个人 虽然多行不易 可是对太师傅和我爹 还有点香火之情 那就行了 张抱龙头 对 麻烦你尽快配几份五毒石金伞 交给宋少侠带到武当山 暗中下载张真人和武当诸侠的饮食里 我们在山下接应 得手之后 我们就能够挟持张真人和武当诸侠 要挟张无忌 让他交出屠龙刀和乙天剑 到时候我们足以号令天下 要杀张无忌这个小淫贼 就易如反掌了 果然是妙计啊 好 所谓家贼难防 宋少侠身为武当的大弟子 亲自下路 神不知鬼不觉 不错 不行 我不会加害太师傅和我爹他们呢 宋兄弟 你大可以放心 本帮的五毒石金伞虽然厉害无比 可是只会暂时使人迷失心性 任由百步 绝对不会伤害身体 是啊 张真人和令尊大仁大义 人所敬重 我们怎么会加害于他呢 宋少侠 成大事又何必拘小贱 就算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 更何况 我们这次暗算武当诸侠 只不过是借此要挟张无忌这个小淫贼 你又何必过于拘泥呢 要保住周姑娘的安全 就得尽快解决张无忌这个小淫贼 你那个狗贼 是啊 我说得对呀 既然大家都赞成这么做 在下之后尽力而为了 那就行了 张帮龙头 在 你尽快搜集五毒石金伞的配药 嗯 我们先行南下 下个月初八 大家在卢龙总舵会合 然后再从长计议 好 嗯 真奇怪 怎么宋师兄一听到陈有亮 提到七师叔和周姑娘 就好像处处受到挟持似的 为什么 喂 你这样算什么 什么算什么 他们统统都走了 你还舍不得离开这里呀 小淫贼 喂 刚才干嘛救我 我不是救你 我只是不想你在这里死得不明不白 等我查出真相的时候不能报仇 那你呢 你干嘛冒充我 没什么 我想试试做小淫贼的滋味行不行 喂 你去哪里呀 不用你管 我知道 你想找你义父和你那位未过门的妻子周芷若吗 你又想怎么样 没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事情 不过可惜 没有人肯信了 你知道我义父和纸若在哪里呀 纸若 叫得可真亲肉 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在哪里快说啊 要我说啊 那就看你对我好不好了 哎 做小淫贼做这么久 肚子有点饿了 嗯 好香啊 喂 吃一块 你到底吃饱了没有 可以说我义父在哪里了吗 喂 张无忌 你这个人好无情啊 我怎么无情啊 不是吗 刚才啊 你明明听到那个坏蛋陈有亮跟你那个情敌密谋对武当不利 可是你只惦记你的指弱 对于你的师叔伯们居然一点都不关心啊 你放心 如果我真的要去武当告密 我一定会带你去 你怎么都跑不掉的 怪不得了 他们老是叫你小淫贼 一点都没说错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不是吗 你已经跟别人有婚约了 还要小女子一路上跟着你 你也太划心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妖女 除了有点麻烦之外 也有点乐趣无情啊 你爱生叹气是为了我 还是不是为了你的指弱姑娘 你不理人一直走 难道不怕我突然掉头走掉了 你不妨逃逃试试看 这么说如果我一直不告诉你 你依父在哪里的话 你就一直带着我这么走 走到天涯海角 走到天荒地老啊 如果你不怕见我太师父 那你只管跟我回武当呢 哦 现在拿你太师父来吓我 我就是不说 哇 下雨了 终于可以歇会了 这里荒郊野外的 你找到地方避雨再说吧 要是我们这位小淫贼 不介意的话 那边有个山洞 可以让我们避一避的 你干什么 我啊 跟你小淫贼在一起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但是绣老人 我看这么着去也不是办法 这个我知道 可是七弟捎了一封信到武当 说跟青叔一块回来 可是这么久还没来 我实在有点担心 嗯 大师兄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一路上打听吧 好 七弟我反而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青叔 哎 这孩子年少气盛 行事偏低 我真担心 我担心的 这孩子年少气盛 我担心的 你也没想到 我担心的 你再担心的 我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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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像有火光 是啊 前面好像有个山洞 我们进去看看 是我大师伯他们 那就好了 反正你也想到武当去找他们 可是如果让他们看到 我跟你在一起 我怕有误会 我知道 你怕他们说你 堂堂张大教主 居然被一个蒙古妖女所迷惑吗 刚才明明看见有火光 咱们现在没了 四弟 你会不会看错 应该不会 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七弟 你干什么 不能让我几位师伯看到我们 里面有人 你怎么样 里面是哪一路的英雄 吴稷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七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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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七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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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稷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四师伯 吴稷做了什么 吴稷 你七十叔明明死在你脚下 你还想剿灭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说 你误会了 七十叔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 就是那个妖女杀的 喂 你这算什么 一开口就叫我妖女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啊 现在人赃俱祸 你还在狡辩 好 我今天就杀了你 为秦弟报仇 好 畜生 你居然敢包庇妖女 二师伯 不管他的事 我们也是刚刚才发现七十叔的身手 吴稷 你还在说谎 我没有啊 张吴稷 你现在终于尝到被人冤枉的滋味了 你们两个少来这一套 大师生 今天我们要请你们护 翠山 五弟 武济虽然是你的儿子 不要怪我们 只怪武当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恶童 好 七位师伯 我真的没有杀七十叔 张吴稷 要是你今天死了 人人都会说你是杀人军手 以后就没有人替我西侠报仇了 刘师伯 得罪了 吴稷实在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请三位师伯恕罪 畜生 我们既不如人 你要杀就杀吧 难道你们武当派的人 真的那么喜欢冤枉好人 你们行走江湖那么多年 居然看不出来 墨七侠已经死了十天八天了 敢问三位大侠 要是我们真的杀死墨七侠的话 我们会不会这么笨 站在尸首旁边 等你们一起来个人赃病祸 还有 张吴稷为人怎么样 你们应该很清楚 虽然他有点迂腐 还有一点色迷心窍 是非不分 可是他对你们武当 总算是有情有义 试问怎么会杀害墨七侠呢 几位师叔师伯和太师傅 对吴稷恩重无善 吴稷又怎么会忘恩负义 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呢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如果七弟不是你杀的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这就要问问你们三位 墨七侠最后是跟谁在一起的 清叔 墨七侠 如果你要为自己招雪沉冤的话 就要帮个忙才行 你这么紧张地叫我过来 到底什么事啊 陈正老 你看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法簪哪 这是我七侠叔的法簪 是我 是我在船头发现的 那又怎么样 你还不明白 这只法簪明明是我七侠叔的 可是在我船头发现 这分明是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七侠叔的鬼魂 回来找你报仇啊 要不然 要不然这只法簪 怎么会在我的船头呢 这里是客栈哪 每天南来北往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投诉 有人留下这只法簪 不足为奇啊 何况这只法簪很普通啊 用旧了每只都一样 不是啊 这只法簪虽然不名贵 也不特别 可是我认得这只法簪 上面的花纹 真的是七侠叔的法簪 这花纹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懂了 你亲手杀死你那位七侠叔 难免会疑心生暗鬼 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小了 这个世间上怎么会有鬼呢 是真的 我认得这只法簪的花纹 如果你还是放心不下 那我们尽快启程 赶去丐帮总舵 只要五毒湿心伞准备好了 我们立刻赶去武当医技行事 早日成事 你就不用再受心魔所困了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五毒湿心伞 来对付我爹他们呢 宋兄弟 你不是想临时变卦吗 你不要忘了 是你亲手杀死陌生骨 这件事 要是让你爹他们知道 你说后果会怎么样 陈庸亮 你不要再拿这件事来威胁我呀 难咱大丈夫大不了一命赔一命了 就算你不要命啊 那你要不要唾手可得的武当掌门之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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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